《非典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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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看到Tim Sir Maggie 今集我們討論 讀寫障礙 現場有一位 確診了讀寫障礙 好像雜雜什麼都會確診 這個就是疑似自己確診了 這個就是覺得自己 聽完他疑似 認為自己有的時候 我也覺得可能有 我認為讀寫障礙 其實可以有分中因素 很多人都以為讀寫障礙 是不是 什麼字都不會寫 寫不了 反過來寫 而我是數學障礙 但沒有經評估 但是你是什麼 我呢 他剛剛說的確診 不好意思 剛才我說得不好給你聽 我沒有 其實讀寫障礙是要做一份 好像 一個評估 一個評估 你要寫很多 對 你要寫好幾節 每一節九個字 要抄寫很多東西 有中因素 有空間 還有很多 對 你要首先讀寫障礙 之前我們要釐清一件事 你的智商是沒有問題的 是 如果你的智商有問題 那當然是出事 是的 首先第一件事 要排除你是沒有智商問題 然後就是你是正常智力 到達知憂也好 都有機會讀寫障礙 而我那個 是沒有做一個文字版 就是面對面一個治療師 或者一個評估專家 幫我做的 但是 都是一樣 我女兒確診的時候 但你的女兒就讀寫了 我女兒很小的確診 她第一樣確診讀寫 我最猜不到 因為我們本身去看的時候 是ADHD的問題 是 然後很快就讀寫的問題出現了 但是你讀寫 你自己有什麼問題? 你自己真的讀寫的時候 我從小到大 我所有的拼音 就是我學所有的語文 包括我台灣學那些叫做 諸音符號 因為台灣不是用漢語拼音 A E I O U 我們是用一個叫 諸音符號的東西 我已經發現很大問題 是 完全看不明白記不明白 就像你們會看到 那些韓文有韓文的符號 日文有日文有評價名 我對這些符號 拼音 專有名詞 人名 這類全部都有問題 但最主要集中在哪裡 剛才你剛剛說的 中英數碼空間這邊 我是英文外語 或者中文以外都有問題 OK 但是中文我是完全沒有問題 不過我很好奇 讀寫障礙 他有沒有一個年齡的規範 例如說 我亂說 10歲以下 寫一些字 給他抄 或者他認知的字 叫他寫出來 他寫不到 他可能有機會判斷了 但是大人 你知道有時候 他七八十歲 他不懂字 到時候你跟他玩 先評估一下 首先 七八十歲 就確診來做什麼 讀寫障礙 對不對 其實讀寫障礙 其實讀寫障礙 是有年齡限制的 就是做評估 我記得好像 是不是小學一年級下學期 跟回年級 跟回年級去做評估 譬如我女兒當時排 她是一年級的時候二次 我估計她 但是二年級才開始幫她排 排版其實要去到三年級頭 最快要三年級開學 九月十幾號 就幫她去做評估 但是你三年級 我就說你三年級 但是你剛剛開學了 三年級的東西 一滴都進不去 那我就做二年級的評估 他們那個評估 以我所謂 心理學家有提過一件事 他就說 盡量 有時候他認識一些字 那些還未夠的 是嗎 就是這樣 因為裡面會有一個 簡單的簡易版的智商評估 就看看他的智商的情況 這個時候也有些家長 就是很不開心 就說做過智商評估 發現也不行 那就不用再做下去了 也有這些情況出現 但是我們今集 希望可以講到一點 關於讀寫的謬誤戰爺 很多人就會以為 讀寫障礙就這樣聽 你作為一個老爸 你就這樣聽讀寫障礙 其實你認不認識讀寫障礙 是完全不認知 我在拍這集的前三四分鐘 跟你們聊之前 我才知道原來 分中應數 我以為讀寫障礙就是 不懂得寫字之類的 所以剛才我跟Maggie聊過 你說你讀寫障礙 你寫得挺好的 所以讀寫障礙 很多家長問我的時候 都會以為一件事 就是現在他成績不好 墨書於靈彈 來做訓練 是否可以令到他的成績提升 不會 變成了補習老師 沒錯 所以我試過有一次 有一個小朋友 爸爸有一天來接放課 他跟媽媽聊得多 我們爸爸就問了 可不可以和他 初初的Grammar 是讀寫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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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笑 那一刻 我們就很遺難 他說 因為黎仔讀多 是大半年 為何他的Grammar 又好像是最差 有很多名詩廣告 你來找我之前 就個位數分數 我只是想起這個畫面 補習天王 又補習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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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寫障礙 是不會直接去改善成績的 因為讀寫障礙 其實也是一個老暴的問題 例如我使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有些家長就說 糟了 為何他明明可以 他寫障礙沒有問題 我都說他聰明 為何他會好像 記不記得 我覺得就是他 不願意記 知休學院 都有很多讀寫障礙的東西 還有很多是發明家的類別 我想問一問 那個障礙是 他是認不到那些字 還是他認到 但是他不會寫 甚至乎就是 他認到其實他都會寫 但是他可能寫的次序 懶惰是調轉了 好跳 都可以 真的 這次要這樣回答你 都可以 甚至乎是空間感的問題 有些小朋友會說 我看到自己在跳舞 OK 寫不到 於是其實有很多方法 去幫忙舒緩 有一支筆很有趣 很壞 因為我第一次見 那支筆很大支 會是震的 然後有一天有個老師 突然拔出來 他說 不如你看看添寫 會震的 是甚麼來的 然後我就覺得 怎樣 這樣都寫到東西嗎 對於他們來說 我們覺得 我們沒有讀寫的 我們會覺得沒有問題 但對於一些 例如這方面讀寫障礙的朋友 他會舒服些 他這樣寫的直線會容易些 因為讀寫障礙可以簡單來說 可以很深 因為光譜很闊 是很闊 很闊 我等一下可以說說我來的情況 對 我自己的情況 讀寫障礙可以 有些是鏡面字 譬如調轉一些字等等 也有些可以是沒有鏡面字 但我看完之後 我寫不出來 我會用一個比喻 其中一些讀寫障礙的家長問我 其實是怎樣 舉個例子 眼前有三隻雞蛋 有一個膠袋 你和我都會一望就望到 那個膠袋 能否安裝到三隻雞蛋 那個大小 但有部份讀寫障礙的 經常可以 甚至乎他運輸不到 空間感的情況出現 他運輸不到 那時候很多的家長 就著重了什麼 喂 我不管了 總之可不可以默書 可以 寄東西可以嗎 其實重點讀寫障礙的 可怕的地方是甚麼 可怕可能太重 或者需要處理的地方 是我答你不到 是我答你不到 就輸得不可以 不是不是不是 我們擔心讀寫障礙的小朋友 如果他長大之後 我有個員工就是這樣的 讀寫障礙 我記得好像 一萬元的支票寫了十萬 哇 OK 好了 這個也不要緊 這些都是改的 但是他符號調轉 他分辨不到 他駕駛怎麼辦 你知道嗎 他駕駛怎麼辦 還有 讀寫障礙的小朋友 有某個百分比的小朋友 他語言都有機會出現障礙 OK 還有他有機會 會有專注力的問題 所以有部分讀寫障礙的小朋友 有些家村 為甚麼他做一件事 他經常都很散換 為甚麼呢 可能你看著一件事 給我一個例子 我現在要拿起遙控 這樣 叫你拿起遙控 拿起它 正常的 但可能拿起遙控 他要看著 轉轉多一會 他才能拿起 他會慢一點 因為 對於他來說 他看著那件事 他focus那件事 比一般人要多用很多氣力 嗯 那久而久之 那小朋友就會怎樣呢 他會開始討厭寫字 討厭記字 然後就想不上學 OK 加上如果他有專注力的情況 那他就去別的地方 是吧 他就會開始離開那件事 然後加上 你看到英文就想走 對 就會抓住他 為甚麼會這樣 然後你就會逼他 去上一些專注力訓練的課 結果就會變成甚麼呢 他的專注力可能是因為他讀寫 那他的讀寫沒有處理到 他的信心沒有建立到 可能最後就是專注力訓練 要不就專注力訓練不到 要不就專注力訓練 表現良好達讀寫無盡步 繼續保持 是 我們通常說 訓練讀寫障礙 第一件事 加上認識 做了評估 看看他到底是 小手機問題 如果小手機出問題 我們要找甚麼人呢 職業治療師 沒錯 OK 職業師 如果譬如一些 我們說認讀 其實言語治療師 都是屬於這個範疇 OK 都是屬於這個範疇 如果你說 不是喔 我做完評估 心理學家說 我大概告訴你 小朋友需要做甚麼訓練 然後你可能問過 一些治療師的意見之後 有些特殊教育老師 或者受過讀寫訓練的 特殊教育老師 或者老師 都可以幫到手 但有時候 如果他加上專注力不足 或者感統問題 就可能坐著也要有一張錦筒 是的 我們就要就著不同的情況 我們去做不同的事情 有很多家長就說 我可不可以不做評估嗎 我可不可以直接去做訓練 沒有說不行的 你試而已 你試而已 你沒有說不行的 沒有效的 然後有機會 你博得中的 就中了 我先試這個訓練 其實很老實的 你真的如蕭殺網職 你會花很多時間 你會令自己心力很累 不是錢的問題 不是剩下時間 是你有沒有這麼多心力去應付 因為你不斷面對失敗 失敗和失敗的時候 小朋友不會再跟你合作 那小朋友 怎麼會跟你這樣玩 同一個道理 有一個家長跟我說 他說 那個小朋友 語言表達差點 口肌差點 但我不想標籤他 是言語問題 所以呢 所以我就 叫他學唱歌 鍛鍊歌 然後也試過 有些是他大小肌肉有問題 然後就是不想他見治療師 才會貴 而且覺得不需要 這麼小 那想怎樣 他打泰拳 和學台拳 空手道這些 這些都是鍛鍊到的 但是你記住 為何我們要去 打打搏擊的地方 去練大小肌肉 其實不是那樣 你作為一個治療師 你覺得有時候 一些家長他們可能的 我用這個詞 他們的通病 不願接受治療 或者他們投射去另一種 他們覺得那樣是治療 是因為他們 看不到衝線的點 有三個原因 我覺得 有三個原因 通常就是你剛才說的 看不到衝線的點 因為有些情況 真的可能跟了一輩子 但是很多人一聽到 跟一輩子 很害怕 有些鼻敏感都跟了一輩子 就是做一些很無聊的事情 對 鼻敏感都跟了一輩子 我們試過 我聽過有些中央的老闆跟我說 有些家長 覺得小朋友 看不到將來就怎樣 我這樣說 好像不太好 找完學家改名 希望改 死貨 都是很好的方法 改名 可以試一下 也可以試的 我真實有個朋友 這是我未聽你說過的 這個例子 是真的說 她的學業運不好 是 她天生八字的學業運不好 現在這個名字就不夠旺 她 在幼稚園的時候 就馬上幫她 她是讀書的 她是ASD和NHD 她是商A的 重點改完有沒有更好 我不知道 但我想重點就是 老實說 不是這樣擺 我自己覺得她不是這樣擺 如果你說學業運不好 我覺得改名是可以嘗試的 但如果那件事 例如鼻敏感一樣 鼻敏感改完名字 會不會變好呢 我叫鼻敏感 是健康運的問題 那就改一個 令你健康運更旺的名字 就可以遇到一個好醫生 可能遇到一個好一點的醫生 但你可以同時這樣做 我覺得你可以求你安心 又求長輩安心 再說要這樣做 沒有問題 我覺得你書心理的能力 又能夠應付 你不是做完 但你不要相信 我改完名字之後 就這樣會開始 對 剛才阿Mak說的 第一件事 因為看不到前面 所以我們會做很多不同的方式 第二件事 有些可能家中會覺得很重 你覺得 你好像診療了我的小朋友 那樣是SCN 那樣有問題 但如果我帶小朋友去其他地方 他打泰拳、打台拳、打空手道、打很多東西 他不行 因為我的目的不是打比賽 我目的是想鍛鍊這件事 那你就會跳進去一個 可以帶他看電視也行 哈哈 但有時候人就是這麼矛盾的 真的 我希望做到其他事情 希望做到其他事情 然後可以不用面對那件事 但當然他們可能會很生氣 我什麼沒有面對 但其實是不對證的 第三可能是價錢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生了兩個小朋友都是自閉症的 他本身是想著 我記得他說過 就是要買樓 第一個小朋友確診了 第二個小朋友 還得得意義 他覺得沒事 但他說 臨落大定的時候 他心裡 忍著忍著 還是不要忍著 明天去醫院拿報告 OK 庇報了 結果都中了 他就知道 不買了 不買了 然後他就說 找了一些人 他現在做了 不說他是 某些 就是這個界別裡面 比較出名的同路人 就是幫很多不同家長的人 他私底下跟我說 他說 我的大兒子 還是大女兒 他做訓練 只做訓練 人家打了折給他 3T齊了 加行為治療 四樣都是兩種 做多少次 做多少次 一個星期一次 每樣一個星期一次 3T齊了 加行為分量 每個星期一次 每個星期一次 應該就是 都兩種 正常 去私人 還要去時家 對 確實真的不要買 然後第二個小朋友 都中了 他就說不要買了 自己學 對 加上我第一次 不是說你有錢還是沒有錢 我都要花多少錢 他給錢再加自己學 所以他對小朋友也挺好的 現在訓練得 訓練得挺好 很多時候 我的家長一見到 有些這樣的情況 就迫他去做 讀補習 速讀 速記等等 我試過有一天 跟我的家長開玩笑 說 我要我的小朋友 他讀什麼寫 他勤力一點就可以了 不見他寄其他東西 寄不到 又不見他寄不到自己的名字 浪費了 我現在叫他去學記憶法 我說 這位爸爸你相信我 你這樣會令到他很辛苦 他如果記憶記得到 就解決了所有事情 我就跟他講了一句 其實反過來 你有沒有想過 你要他記這麼多東西 目的是什麼 他說記憶多不好嗎 讀書也比較方便 他說記憶多 你不如 我個人經常認為 學思考方法 什麼時候都比學記憶法 更加有用 我個人也 記憶法有他用處 但是那一刻我太生氣了 我跟我爸爸說 你想去記什麼 茶餐廳來到這裡 我看到菜餐廳 師餐兩元巷帝 我回到了 是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是不是 我懂得點什麼 先吃東西 我心目的是幾人 我爸爸有沒有起床 你 還在心中 我爸爸也是跟他學催眠的 幸好他都懶惰的 你真的說出口嗎 我真的有說出口 我很值得 我很值得 因為 老實說 你也認識過一個人 因為你知道他能夠接受 而且老實說 我沒理由自己不是 我也是真心說的 我怎會想孩子不行 我當然想孩子 得到合適的治療 最後我爸爸 就是我的學生 他都照做讀寫訓練 他都慢慢看到 你逼他無用 最後孩子和孩子更差 所以各位家長記住 讀寫不是因為他不願意記 是因為他腦部上出了一些情況 是需要合適的訓練 還有大家知不知道 現在 剛才我跟Mitian說 其實做評估需要 去到小學 但其實現在在學前 都有一個基礎篩檢 我的女兒就是在幼稚園的期間 有幼稚園會學的 叫什麼 鴿骨文 然後 在不同的年代 有不同的看 什麼算書 什麼看書 一直一直過去 我女兒其實就是 寫一個水字的時候 很有趣的 寫十個水字出來 正常你十個水字差不多 或者越寫越漂亮 很多小朋友都是越寫越漂亮 我女兒就很好笑 寫一寫就變成了隔骨文 變成這樣一條一條一條 大家可以上網搜尋水字的隔骨文是怎樣 然後就發覺整個字很形象化 很棒 我拿回來 我就只有笑字 我不知為什麼 那一刻就覺得沒問題 中小智開因為我教藝術 我也有讀藝術 我就覺得很過癮 回到學校 老師笑不出 媽媽你打算正視的問題 OK 然後 是的 但是你女兒小時候 有那個評估工具沒有 就是學前那個基礎篩檢 因為他們那時候沒有那麼好 因為我女兒的年代 沒有少一分謀 你說這個篩檢 是自從有了少一分謀之後 我女兒過了好幾年之後 才開始真正有少一分謀 然後才開始有Sanko Sanko也是我們這代的家長 我爭取Sanko去立法院那班 都是我的朋友 是的 然後 真的沒有這種事件 但是很幸運 我們有一些熱心的老師 她去讀德書教育的學位 碩士學位 就拿了我女兒來做一個研究 我女兒感覺非常聰明 因為我們讀蒙特梭里學校 我們讀救世君 救世君是用蒙特梭里 即是非主流的教學 所以我們是一個主題式的 project的學習法 我女兒可以完全沒有問題 說了兩文三語 為什麼這麼有趣呢 逢outputs寫字的時候就出事 她認字還好的 因為我很小時候已經教她一些 因為我中文很好用 我就教她 部首、部件、分冊 很小時候已經是 她由文言文學起的 其實文言文是易過白話文的 只是我們現在少接觸 如果真真正正學一個語文 文言文是易學過白話文的 中文的Grammar來計 中文還有很多解析 文言文是沒有很多這些詞性的 要修飾也要成的 沒有這些 但最後幼稚圈的時候 是未有現在的詞檢嗎 她沒有一個正式的政府 或是一個教育詞檢 但因為老師有學這件事 所以她分辨到我的女孩 而告訴我 譬如她的犬字 一個大字之後 犬字 大家這邊點吧 但她不知道她在哪裡 她可以點到這邊 點到這邊就變成太字 因為她有一個印象 有一個字的點在這邊 四隻角 她是不知怎樣點的 在密書出現什麼狀況呢 就是一個大字 她知道她要寫的轉字 或者太人的太字也好 點了八點在這裡 OK 點了這裡 告訴老師 我懂得寫 我也知道有一個點 只是我不知道它的點 應該放在哪裡 很有趣的 在作文她是很過分 在密書她是零分 挺有趣的 那她的作文有沒有寫錯字 當然錯 你們知道考試機制是怎樣的 因為你不是爸爸 所以你不知道 是小孩子爸爸 但也不知道 作文呢 如果那些家長是大兒子的家長 或者是小學家長就知道 作文她有分很多類型去計分 就是內容、結構、詞彙、標點符號、錯字分 一般字首都分四至五行 我當你二十分一題的短文 你錯字最多 扣盡你兩三分 其他就拿著文 OK 你的詞彙沒問題 你的詞彙沒問題 即是你女兒的時候 很幸運就遇到一個老師 很早期 能夠 即是一個學了的老師 很關顧她 還要告訴她 你怎樣 你怎樣 至少讓老師知道 你懂這個詞 只是你不知道怎樣 所以早期介入很重要 現在有些學前的篩檢 他們有些研究出了 就說原來你在學前 發現到她有這些情況 原來對於她將來讀寫的症狀 原來會有減輕 的一個幫助 她到確診其實是少三 剛剛一開始有說 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那兩年我們會等待 三年多 三年多等待 K2的時候就知道 三年多等待 你剛剛說的這件事很好 為什麼會慢慢慢慢減輕 其實她已經到我們確診的時候 治療師走來 不是 EP走來問過我 教育心理學家走來問過我 慢慢你們再之前做過些文 我們讓我們做過這幾年做過的事情 給她看 嘩 你做這麼多事情 她都克服不了中文的字 問題不在學校 不是在家庭環境 不是在你的知識 不是在你的智商上 你女兒很嚴重 其實第一個字都嚇到我瘋了 是 是 不過其實真的嚴重 嚴重到她中錄都不會寫自己的名字 不是不會寫 中錄 突然間全片 OK 對呀她緊張 全片 是呀她三個字 每個字寫得一半 是 一個部件給我 是 在這裡我想說 雖然有時候我們會說一下 Maggie的女兒 說到好像很多事情 但我想說 憑著努力 現在她的女兒 其實是一個活潑的可人兒 她是有能力自立 之餘 還很索 是的 真的 很漂亮 有能力自立 因為我結婚她的女兒也來 她的女兒也來 她的女兒也來學我 你是完全不覺得 她有什麼問題 完全不覺得 離開學校就不覺得 問題在學校才發生 那你教得好 我告訴你 我現在說她教得好 其實是擔心機 我想說 現在學前已經有篩檢 大家去做一個讀寫障礙評估 很多人尤其是沒有接觸過的 譬如一聽到 如果突然間 Touchwood 你的小孩多大? 小學沒有嗎? 小學 2歲 突然跟你說 要做一個評估 不過學校還沒排到 然後做一做讀寫評估 平均 應該要六千至九千元不等 六千至九千元不等 對家裡有些負擔的人來說 很貴的 如果你不能等證明 等學校很久 但其實學前篩檢 盡快處理 為什麼呢? 學前篩檢不是正式評估 但是 做的話 在坊間 可能是幾百元 一千元 你已經大概知道 小孩有沒有這方面的潛在問題 一旦有的 立即去做商業的訓練 會大大減低影響 會減很多 還有一些私人的基金 不開名哪些基金 因為我現在開名 可能到很快的基金 有些基金是一年或幾年之助 其實現在坊間 在不同的SEM範疇裏 有些商業的機構 想進入社會責任 有些不同的基金 可以讓你申請他們的資金 在當你排期 又未得到的時候 有你講的簡單的評估西檢 但是也會鼓勵你 你最好在HA裏面 再做一個政府方面的西檢 或者是在學校的EP裏面 跟你做西檢 在這裡有很多一句 如果本身家裡是有能力的 就真的自己 快點做了 快點做了 很多事情是中間做到 尤其是你小朋友 帶兩節中文字之前 或者是作文之前 我覺得他不保持求之欲 沒錯 盡快令到小朋友去 有一個合適的訓練是很重要的 還有還有一件事 我明白錢很重要 很多家庭都能蓋得起的 有餘的那些 又去排一些資源 不是錯的 但是真心地 不如給一些有需要的人 因為很多家庭 真的很... 或者是雙軌 我比較堅持一件事 最好就是雙軌 有些很有錢的家庭 那你慢慢排 你不要吹政府那邊 你慢慢排 甚至你私人那邊搞定了 政府你開始就不要了 到時如果... 不用一張紙 那你不用去 那麽侵攻政府那麽多資源 因為政府可能會還有一些 轉介給你 或者有些課程給你 那你那些就找私人 是吧 但是你需要有機會 就是有一張紙 是來做一些考試的調整 是 尤其是高小和高中的時候 你真的需要一個... 政府醫院出的指示 是最有power的 在香港是 我特別講明給你聽 在台灣就是 歐美地區不是 只要你是on list 合資格的話 他們都是... 因為其實其他國家 也會希望你是分漏 對 就好像現在 都不希望你那些人 都不希望你那些人 把急症收益都推到政府 所以有醫療處分漏出來 所以香港這一方面 有待進步 我們希望起不久的將來 能夠見到香港起支援 SCN 學童有更大的進步 所以今天我們最主要是想 告訴大家 讀寫障礙 並不是小孩不想上學 不想讀書 第二 就是 在讀寫障礙 你懷疑讀寫障礙的話 盡快做評估 第三就是 其實是有一些學前的篩檢 幾百元而已 就已經有了 可以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留言告訴我 還有就是 都會說一句 例如讀寫障礙 不是說他智能上有什麼問題 而是說他腦有些特徵 是 他的腦觸突的連接 不如我講一個簡單的例子 這個例子是我聽到最舒服 首先你上一集說盼望 Eason沒有盼望給我 我剛剛說我第一個EP 說到我絕望到快想死了 為甚麼呢 我們全家都基本上 大部份都是知悠 對中文一望過去 過目不望 甚至乎我弟弟是有學者症候群 真的看完他就記得內容 是的 全家是這個圖案 我媽媽娘娘家那邊的情況 我爸爸也是 但我結婚之前不是認知得很清楚 但我們是選擇去面對的 當時我們不是紅水晚首線 我可以跳一跳跳去現在我女兒的狀況 他最近最新修讀的技能是香港商業法 是很便宜的 大家都可以上網讀的 其實是很便宜的 一千多二千元 我都忘了 因為她自己交學費 聽到她女兒自己交學費 她本餐寶書就這麼厚 五百五十元 在大學書店有得買 你有興趣也可以自己買來自收 我唯一慶幸的是 我女兒是可以保持著求知 可以讀寫障礙 但有求知就正如剛剛Tim Sir說的 她有input和output 兩種不同的 剛剛你問的 阿Madam問 究竟她是認不出字 還是怎樣怎樣 可以全部有 可以只是單一種 而我女兒的狀態是中什麼呢 output 而且只有小手機問題 小手機 譬如她拿著筆的時候 她沒有辦法寫一字output 她第一字沒有問題 拼音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到怎樣呢 她DEEPS考完之後 就陪朋友 好像別人參加港者 那些陪朋友不是參加港者 陪朋友參加消防熱線的招募 為什麼呢 因為她怕她考不到任何分數 她沒有告訴我 因為她怕 如果我全部一載 我又升不到學 又不是的話 我至少進入了消防熱線 有東西頂著 浪一下媽媽的心理狀態 不要那麼崩潰 她為了保底 她找了幾個朋友 大家有機會考不到的 一起去參加表 結果呢 過了 讀寫障礙加雙A 過了 嘩 很害怕 觀眾 你是不是很害怕 接理消防熱線的人 竟然有機會是SEN 如果這樣你怕不怕 其實去到最後都是 只要有合適的訓練 就一定可以發揮她 但要說一說 她的筆試是用電腦 全電腦輸入 我女兒的速成或中文電腦輸入 我是從小開始跟她玩五色學倉潔 幼稚園開始已經玩部件 然後到小一開始玩五色學倉潔 她小二小三她不懂寫字 但是她拿了速成打字和英文打字 在班制比賽獲獎 是的 厲害 但是她的密書是零分 零到怎樣 零到中學繼續零 零到她考試卷 到中六寫的Mock Paper 老師都說 全級只有你一個不懂寫名 你還是不懂寫名 老師說她的作文很痛苦 嗯 真的字很痛苦 或者我們下次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也可以請一些 例如我會找到一些職業治療師 或者業務治療師 來加上一些實踐的技巧 例如在讀寫障礙內 其實也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例如一些燈光的顏色 紫質 很多事情可以做 其實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節目 除了可以告訴大家 一些概念之外 其實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也想找到一些嘉賓上來 給大家一些實在的技巧 所以大家如果本身 你是身懷絕技 你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留言 是的 都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都可以邀請你上來 你放心是一定沒有酬勞的 是的 我們大家都是義務分享 沒錯 所以我想今天都差不多了 是的 時間差不多了 大家記得影片的留言區 或者資訊 通訊區 都可以找到一個連結 是一個群組來的 Tim Sir和Maggie 會和大家一起走這條路 有什麼不明白 都可以問 甚至有些經驗可以分享 告訴大家 好嗎? 那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集我們又再聊天 好,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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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